最近看到一些人说,他是谁,越来越不好看了,要烂尾的节奏,可还是不少人坚持看下去,直到看到魏国平的这句话,我终于忍不住气句了。 坚持了整整八年,却在关键时刻,恋爱脑上头,将悬疑剧扭曲成了爱情剧。 虽然也很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在一起,但是那个是生活,剧的中心还是应该放在破案上,不然也不至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,而是靠大家猜来猜去。 悬疑剧的亮点无非就是抽丝剥茧,层层递进,一步步拼凑线索窥探真相,但是他是谁,从一开始抛出八八年和碎尸案之后,在查找真相的路上拖拖拉拉,真相没查清之前,魏国平和聂小语保持关系,才是更好的状态吧。 毕竟两人之间不仅隔了个陈山河,还有聂宝华呢。 可是这两天更新的剧情中,魏国平的恋爱脑真的让人有些失望,甚至说出找不到聂小语案子就不查了,凶手就不抓了的话,前面塑造的人设全崩了,前十九集就相当于白眼了。 不明白为什么要让魏国平后面变成恋爱脑,想走偶像剧的套路,却把自己走到穷途末路了吗? 不得不说,这一点魏国平是不如安心的,前面刚打的江山,到这里土崩瓦解,看到现在还能坚持下去的,真的不容易了。